原标题 称为黄种人的天下 尤其是以亚洲调打欧洲为主 当时黄种人随便一个民族打到欧洲 都是世界征服者 而近代完全可以说白种人的时代 从欧洲新航路开辟开始 白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地 用船舰炮力统治世界 独义世界成为世界的主宰 这一时期 白人那是唯我独尊 认为自己最强悍 而且认为只有白人才是世界的主宰 其他都是低贱的有色人种 确立了白人的世界中心地位 这一时期的白人 那是多么骄傲 但是现在世界才过去百年时间 白人现在却开始自卑 开始害怕了 这是为何呢 从理论上来看 越是强调 越是高厂门提倡的东西 那越是缺 越是害怕的东西 最典型就是白 人 在近代白人最强的时代 世界殖民地都被其瓜分 当时白人那是世界崇拜的对象 根本就不会有地位的下降和自卑 但是从二战后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 白人地位明显下降 尤其是在不断强调白人智商 主张恢复白人宗教 习俗传统 而且这种思潮 在世界白人国家泛滥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 德国等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英国脱欧 新西兰事件 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而这一切显示了白人的焦虑和害怕 因为他们害怕被别的民族吞没 没有了自身的地位 尤其是在欧洲 这种害怕和焦虑到了极点 到了自卑的程度了 为何会如此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 现在的欧洲 北美等白人地区和国家 经济发达 军事强悍 依旧是世界最强悍的存在 没有哪个州 或者哪个人种能够撼动其地位 反之无论黑人还是黄种人 还是在白人的统治和威慑之下 而既然如此 白人为何会害怕 会焦虑 会自卑呢 其实 关键原因不是力量 而是生育 在现代世界 论科技 论经济 论国力 论军事 谁也比不上白人 但是白人现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或者灭顶之灾 那就是不生育了 白人生育率全世界最低 很多国家甚至人口负增长 而黄种人 黑人生育率那是非常高 所以 其他人种用实力没办法打败白种人 但是依靠生育 却正得淹没白人 因为生育率低的白人国家 劳动力缺乏 不断地要引进劳动力 这也是西方国家接受难民的主要原因 而生育率低 外来人越来越多 本地白人地位自然越来越低 无法保障 因此 最典型欧洲因为引进大量穆斯林人口 而且穆斯林人口来到后 大量生育 使得整个欧洲都在快速的穆斯林化 这让欧洲尤其焦虑害怕 就连法国 英国 德国 俄罗斯这样的欧洲大国都不能幸免 所以 这种焦虑和害怕进一步助长了白人至上的回归 这也是英国为了反对难民退出乌盟 新西兰发生惨案的最深层次原因 因为白人可以掌控现在 但是不生育的白人没有未来 这就是最害怕之处 因此 无论一个国家有多牛 多强 关键还是要有人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穆斯林 黑人等一个妇女生育八个孩子 而白人生育一个 那么 这个人口差距将越来越大 很快 欧洲白人就会被逐步吞没 成为少数民族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 所以 面对这种深层次原因 白人确实开始害怕了 开始焦虑了 开始自卑了 但是即使如此 也无法阻挡被吞没的命运 欢迎关注农夫史记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世界近代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GING PAGES